中国有句俗话说,富不过三代,但如今就有一个香港豪文家族就富过三代,那就是鲍玉刚家族,鲍玉刚在创业一时也是良寿空空,诞生无本文的他,最终成为要是人瞩目的一代传王。 吴家是香港五大家族之一,更重要的是,乱气家族抵御,李嘉诚,李昭基,郑宇彤等家族都逼不上包家,但是由于鲍玉刚没有儿子,所以他把庞大家才和企业分给了四位女儿和女婿,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家才已落入外甲女家族之手,甚至会认为家族和企业必然会没落,但实际的发展明显并非如此。 不但鲍玉刚的名字至今仍常有提及,由他一手创立或掌控的企业,顺发展与实力亦不断得到强化,如今女儿女婿一代一亿完成他们下一代的接班,既已由鲍玉刚的孙被抗起家族企业领导的大旗了。 至于无论家族或企业的发展均如日中天,因此只要做好陪训和接班等安排,家业长期并非不可能,延续传奇的机会总比走向没落大。 而且鲍玉刚的孙被们都是清除玉兰儿胜玉兰,比如吴宗璇,他的父亲就是鲍玉刚的二女士吴光正。 1985年吴光正接手了鲍玉刚的九龙舱和惠德峰,九龙舱本来在香港经营码头等生意,后来吴光正利用九龙舱的这些码头,拆掉重新开发成商场,成为了如今的海港政根时代广场等等物业。 1985年,九龙舱当时的资产总值为73.26亿元,但2014年已经飙升至3141.11亿元,30年间总资产值上升了41.9倍,而惠德峰当时营业盈利只有0.08亿元。 到2014年,惠德峰的盈利数额为157.29亿,上升了近168.4倍,从中可以看出吴光正接班后的九龙舱和惠德峰,发展其实比鲍玉刚主政时期还要突出,然而吴光正也与岳父一样。 当企业发展至高峰之时,虽然年龄仍不算老,健康以极佳的吴光正,却在那个重要时刻,做出了安排儿子全面接班的举动。 2015年,吴光正把家族3000亿的资产,全部交给了36岁的吴宗全,让他成为了香港最年轻的上市集团主席。 吴宗全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,如今拥有超过了8家上市公司, 仅仅其下的九龙舱,一年的租金收入就超过了160亿,其中就拥有了最高租金的商场海港城。 海港城在香港的尖沙嘴地域,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尺,有很多世界名牌都在海港城开设了旗舰店。 其中仅仅只是香奈尔等店铺的租金每年就超过了一亿。 不仅仅是海港城,九龙舱集团旗下还有许多其他的产业,比如香港的时代广场,这样零零总总算起来,其每年的收租金账就有了151亿,再加上内地的多个国企中心。 其每年的租金进账就超过了160多亿,成为最年轻的超级包租公。 吴宗全接受家族事业之后,就开始以此世纪大重组。 他分拆了九龙舱跟九龙舱聚业家分别上市,由通过了惠德峰来控制这两家庞大的公司,达到了一小空大的局面。 这次分拆成功的话,将笔尖李嘉诚家族长江跟合计皇甫都合并。 另外吴家现在在香港还拥有820万尺的土地储败,其中有75%都是在香港的维多利亚港的沿岸。 仅仅这些土地就加之连城,比起李嘉诚的大儿子李泽质,或许吴宗全的能力还不足李泽质。 但是只要他能守住外祖父留下的资产,已经足以让他成为隐形的世界首富了。 即使一辈子不用干活,还比李泽质有钱,外祖父给他留下8家上市公司。 然而吴宗全非常低调,吴宗全不仅是如今香港大财阀中年轻的当家人,还是一名运动健将。 他非常喜欢游泳,而且拥有一身的肌肉,看得出来吴宗全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